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王静老师 今天我们学习ATSK五级关联词语 五级水平的关联词语中表示这四种关系的极左比较重要 具体是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 表示地形关系的不但不,反而,或者不但没,反而 不但也可以用非但,何况,表示选择关系的有 宁可也不,宁可也要,和与其不如 表示假设关系的,假如就,万一就 表示条件关系的,幸亏不然,或者幸亏要不然 除非财,除非否则,或者除非不然 今天我们学习两组,地形关系和选择关系 第一个关联词语 不但不,反而,或者不但没,反而 不但,我们前面说过也可以用非但 大家看例句中,吵架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个是,没有解决原来的问题 第二个是,会产生新的矛盾 那第二个结果跟我们希望的解决问题是相反的 而且比第一个结果更糟糕 所以呢,是一种递进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个关联词语中 反而后面的情况,一般和人们希望的 或者和通常的情况相反 而且,比不但后面的内容更进一步 我们来练习一下试试 请选出与试题内容一致的一项 这是HSK五级阅读部分的题型之一 请看第一题 一般情况下,人们可能喜欢大城市的生活 这个题用虽然但是 说明父母跟我们通常想的不一样 他们觉得不幸福,而且完全不适应 第一,是正确的答案 并不也表达了和我们想的不一样这个意思 好,我们看第二题 这个题目很容易 不能提高阅读能力 降低阅读兴趣 就是效果不好 所以呢,答案是C 第三题 这段话的意思是 有的人自以为 出差在外可以自己做主 不用向老板汇报所有的细节 因为怕给老板添麻烦 但实际上 不汇报细节 老板心里不踏实 就要主动询问你 这样其实让老板更麻烦 这段话中只出现了反而 完整的句式应该是 不向老板报告细节 不但不会是老板心里踏实 反而更麻烦 也就是说 如果报告细节 老板就会心里踏实 就会减少麻烦 所以,答案是C 我们来看第二个关联词 何况 例句中 土生土长 就是生在这儿 长在这儿的意思 北京人都容易迷路 外地人更容易迷路了 何况的意思 就是不用说 它一般用在反问句中 表示更进一步的情况 前后是一种递进关系 它前面也可以用 又或者更 整个句式的意思 跟我们以前学过的 连A都怎么样 更不用说B了 是一样的 何况后面的反问句 可以变成陈数句 来进一步补充说明 前面的情况 请看这个例句 伤害冬天没有暖气 一般人都觉得冷 病人更受不了 当然 这个陈数句 也可以变成反问句 反问的语气 比陈数更强一些 我们来练习一下吧 第一题 这场比赛不紧张 不激烈 运动员不满意 球迷更不满意 所以答案是B 都不满意 第二题 这辆车怎么样呢 漂亮 安全 比上次看的车贵 小王动心了 动心这儿的意思就是想买 那么B应该对吧 B对不对呢 我们看 我们看价钱也就比上次看的贵了几千块 可能有同学觉得几千块很多啊 但是就这样的意思是指 紧紧 对一辆车来说 几千块钱真的不多 所以贵多了是不对的 正确答案是B 这是一个听力题 听力题一般是先看选项 从选项猜问题 我们看这四个选项 可能与什么有关呢 ABC三个词都是关于态度的 D是表示感觉的 那我们可以猜一下 问题会不会与态度和感觉有关呢 请看题材和问题 对男的要求 女的是什么态度 男的要求女的给王老师发短信 女的态度很清楚 拒绝反对 原因有两个 一是王老师现在看不了手机 二是大家都不发短信了 所以呢答案是A 接下来我们学习宁可也不 或者宁可也要 请看例句一 A部分一辈子单身 和B部分跟没感情的人结婚 两者都不是理想的选择 但是比较起来 但是比较起来还是选择了前者 例句二中 A部分是不好的情况 B部分呢是目的 为了这个目的 愿意选择A不好的情况 所以宁可也不 宁可也要 这个结构中 被选择的是前者 请看第一题 从宁可也不表示的选择对象来看 我们知道 我选择去餐厅吃饭 原因是什么呢 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琐事上 时间很珍贵 所以答案是B 第二题 B 这句话用了宁可也要 为了买房子这个目的 全家人选择过紧日子 紧巴巴 这儿是指钱不够 不是时间紧 所以选项B不对 选项A和D题目中没有提到 所以呢 答案是C 好 我们再学一个与其不如 它也是表示选择的 例句告诉我们 积极主动是成功的关键 因此 在等待机会和找机会中 应该选择后者 也就是说 在与其不如中 被选择的是后者 不如前面可以用到或者还 别忘了刚才我们练习的宁可也不 或者宁可也要中 被选择的是前者 请看第一题 人们选择公交出行 为什么呢 因为不浪费时间和汽油 也不污染环境 好处多 所以答案是B 下一个题 人们在商品和面子之间选择面子 怎么购买面子呢 通过购买奢侈品 也就是选项D的意思 所以答案是D 好了同学们 今天的练习就到这儿 大家都做对了吗 现在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学了两组关联词语 一组表示递进关系 他们是不但不 反而 不但没有 反而 不但呢 也可以说非但 还有何况 另一组表示选择关系 宁可 也不 或者宁可 也要 被选择的是前者 与其不如 被选择的是后者 下次课 我们将学习另外两组关联词语 谢谢大家选择我们的木课 如果你喜欢 请多关注或者分享 我们一起利用碎片化时间来学习 因为学习可以改变生活 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人生的一部分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